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由于级或者有人也称为天蝎级前舰在台作为主体设计 日本团队则是以世上已经退役的春潮级前舰在台为主体 印度和日本团队都强调已经预留了AIP 这是崛起推进系统的空间 那么后续可能还有机会升级 前舰取得当然是我方常年建军备战的核心目标 也遭遇到超乎想象的主客观障碍阻挠 八字一直都没有办法出现一撇 今天单元开场就要和纪文好好谈谈 我们的新潜见到底在哪里 刚刚新闻提到有一个专有名次叫做 AIP崛起推进系统 包括印度和日本 好像他们团队都提出了可以预留AIP的空间 因此首先是不是请纪文为听众朋友简单介绍一下 到底什么是AIP 为什么这么重要呢 这个AIP是新一代这种传统裁电前舰 它的新的动力系统 那它最重要的特色 它就是因为这种AIP崛起推进系统 它不需要传统裁电前舰 它可能在水下航行一段时间以后 它就必须要浮起来换气 那换气它主要是除了换空气以外 还有对于它的电瓶进行充电 如果不继续进行充电的话 它可能就没有把它继续在水下航行 而这个绝技推进系统 那就是瑞典之前研发 然后各国根据它不同的系统的特征原理 也有这个研发出这个采用燃料电池等等 所谓广泛的绝气推进技术 让这一类传统的裁电前舰 那据说具有类似或者接近和动力前舰 连续水下航行这个能力 比如说传统的裁电前舰 它如果一直在水下前航 它可能三天以内 它就要扶起来进行这个换气 进行充电 而配备AIP系统 这个新一代的这个前舰 它可以连续前航 那据说超过两个星期 甚至可以达到接近一个月 那因此这个配备绝气推进系统 的这个裁电前舰 已经成为这个欧美 那欧洲和这个像日本 还有像中国大陆或俄罗斯 新型裁电前舰 那在动力系统一个标配 标准前舰 因为这种标配可以让裁电前舰 它的这个隐秘性能 还有水下连续操作和持续作战能力 大幅提升 那这对于裁电前舰来讲 等于说好像吃了大补丸以外 一样这个战力大幅升级 好 那么继闻被我们解释的非常清楚 不过就如同前舰长期深埋海底的神秘特性 这次扶上台面的类型 竟然也包括了日本海上自卫队 其实都已经退役的 叫春潮级前舰 其实早在去年三月 亚洲周刊就报道过 台湾曾经组团密访过欧洲多国 但是包括了荷兰 意大利 德国或是英国 都拒绝替台湾打造或是设计前舰蓝图 于是就出现了 以美国主导 向日本以废铁名义购买 已经退役封存的清朝级或者是春朝级前舰 那么由美方重新组装作战系统 和其他的电子设备之后 再转卖给台湾 据说这次六路团队以日本最为低调 不过比较离奇的是 代表日方出面的几乎都是以美籍人士为主 甚至还传出 日本团队也是由美国重量级的国防工业厂商 透过私家管道来组成 还被其他团队质疑说 会不会根本不存在日本团队 而是美方丢出烟幕战的 所以金文您是不是觉得 山姆大叔其实已经在背后出手了 确实 我们知道 我们要采购前舰 大概从2001年 中美南海撞击事件以后 其实就产生了一些契机 那众所周知当时的历史事件 这个中美撞击以后 就是小布希总统对于这个中国大陆 是感到非常的气愤 因此他宣布了许多对台的军售 其中就包括八艘彩电动力的前舰 那但是 那美方不生产彩电动力前舰 因此当时大家都非常疑忽 就是你美国到底端出一个什么实质的牛肉 那你既然不制造 那你怎么替台湾研发 没有错 然后这个是当时普遍认为 可能是美国带寻从欧洲的设计 或日本的设计来整合起来 相关的包括设计图次系统 还美国自己擅长的 包括战系武器系统等等 组成所谓美国主导的欧洲或日本血统 这个前舰供应给台湾 这是当时大家的一个普遍的认定 事实上这个认定截至目前为止 还是没有太大的改变 也就是不管它是原来是欧洲设计 还是日本的设计 那其实它都不脱需要美国大力的协助帮忙 可以说没有美国打通任督恶迈 包括获得原始的设计 乃至于上面的红区装备 否则我们这个前舰自制 或者采购前舰 那其实很难成型 因为毕竟那摆在现实的状况 就是除了美国能抵抗 来自中国大陆强大的政治压力以外 那包括日本包括欧洲 其实在这个部分都没有很好的抗击能力 所以三姆纳斯说穿的是 这个从以前到现在 一直都是我们前舰获得 最关键的一个技术和成品的来源 以前如此 现在如此 未来还是一样 好 如果美方真正开始全力促成台湾取得前舰 我们不禁想起过去在国内 长期出现的争辩 其实刚刚纪文已经点到了 像是反对一方的都认为说 美国常年不生产传统动力前舰 想帮忙也不太能帮得上 不过赞成一方则强调说 美国军力毕竟是世界超强 何况前舰除了在台之外 其他包括了侦搜声纳或是战斗系统 才是决定性 决定战力的关键 这方面近闻 您觉得美国 它在这方面 在全球来说的话 有人甚至还说 能够打造核动力前舰 有这样一个基本工业能力的话 要说回头打造传统动力前 其实也不是太难的事情 就问您的看法 其实这个是有一些很大的不一样 毕竟能制造超跑的厂商 他可能要制造一辆卡车 可能就不是那么容易 也是 毕竟两种类型功能完全不一样 诉求也不一样 因此其实就根本来讲 我必须说 有关前舰的相关的重要系统 美国是有完整的能量 是没错 尤其是包括作战系统 像上面的声纳 上面的武器系统等等 但是又有一些 不是美国可以做到 比如说上面的裁电动力的主机 相关的发电机等等 一些设备 那毕竟那这些东西是裁电前舰所独有 而美国长期来没有生产 也因此在这个部分来讲 其实美国确实有难以 那完全的帮忙台湾的部分 也因此其实之前像伯仲有谈到 就有一个做法 其实我们之前一直有充满想象 就是日本的退役前舰 像之前前三代的春朝 或者上一代的清朝 那退役以后 其实我们都非常清楚 日本其实它的前舰退役都不到20岁 那对于全世界的标准 甚至我们来讲 都算是蛮新的前舰 也因此当然其实有许多人认为 以废铁名义 从日本采购这种二手前舰 或者把日本这些退役前舰上的红区设备 比如说主机啊 武器系统战系 经过美国的整理 或者系统整合 然后把相关的设计图提供给台湾 其实是台湾前舰制制 这个一个非常好的途径 而且是最快的途径吧 是 但不过话又说回来 那目前其实来自中国大陆的压力 特别是在日本这个方面 可能会更大 没有错 那之前中日之间两国关系不好 我可以说日本仗着美国做后盾 他可以不甩中国大陆的这个压力 但日本现在正积极寻求和大陆 这改善关系 是 原始在这个情况下 日本还有没有很好的抗拒能力 那其实颇有疑问 也因此这个部分 那其实真的还是有待观察 不过不管怎么样 我们刚才讲到了这个前舰 方方面面自制的东西 其实目前的关键还是 相关的红区设备能否获得 特别是你前舰要进行细部的设计 比如它的盾位 它的长度宽度深度 等等 你有一个重要的前提 你就是这些前舰上面配备各种设备 你都要定案 你确定你采用什么样的系统 你这样才可以进行细部的设计 你如果红区设备都搞不定 你根本没办法落实细部的设计 没有错 那细部设计没有 当然整体设计 甚至它的规格来讲 也从无从这个产生 因此这个部分 我认为红区设备的摆平所有的伤员 那还是目前面临比较大的问题 是 针对媒体的各种相关报道 海军司令部依旧重申说 本案目前正由台船 依照计划和骑程进行 那么各项资讯都属于商业机密 也会影响到国家安全的 因此他强调说 这些报道纯属意测 和事实不符 请媒体不要妄加揣测 其实军方的答案永远都是相同的 不过我们对照起 先前我们看到台船 以及所有可能的厂商 要争取的时候 每个都信誓旦旦 都拍胸不保证说 我们已经具备了什么样的组合 甚至前舰 舰体的这样一个能力 现在看起来好像 有点高估自己本身的实力 对不对 其实这个部分 媒体追了半年 但相关单位都守口如瓶 其实对于军方 对于台船 他都有口难言 尤其是很多商员 有点见光死 那一名讲了以后 相关的国家 或相关的厂商 都要承受很大的压力 对 因此其实我们也非常理解 相关单位的一个考量 就是这些东西 台面下进行 那为了避免这个节外生枝 为双方带来不必要的困扰 也因此都以非常低调 而绝密的方式来进行 但从过去一连串的讯息 包括美国方面 对于他开放厂商来台 并进行系统的一些说明 进行相关的销售 还有相关政府部门 这一阵子对于一些进度来讲 好像充满一些乐观 那外界 特别是媒体 那都有个感觉 好像这次前见国照 那感觉比以往 那来的乐观一些 但是到底这个目前现况如何 其实必须这么讲 其实这个普遍媒体来说 还是一头雾水 那一切都是压制滑水 很低调的进行 但这个总体来讲 我认为那这个前见 其实你说要完全排除相关的困难 我认为还是不容易的 那除了来自美方 还有相关厂商的合作和协助以外 其实自我的能力 其实还是非常关键的一个部分 尤其是我们前见载台所需要相关的 可能这个高等级的钢材 还有那我们台船 或者任何造船厂相关的焊接 制造的工艺能否达标 我认为在这个部分 我们应该积极展现 或者在这个部分 那达到自我的要求 唯有做好了准备 那任何契机一衔接上以后 那才可能可以开花结果 也使一昧的靠外援 那我认为这个很多不是超之在己 那它的变数还是挺大的 好我们来静观后效 好接下来看看我们这个星期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有关军事方面大小 就是美国总统川普 13号签署了2019年度国防授权法 NDAA 国会意见的这部分我们暂时先不提 根据国会公布法案内容 第1257条是属于强化台湾军力战备 指出美国国防部长 经过和适当的台湾对口咨诈之后 必须要对台湾军力进行全面性的评估 尤其针对台湾的后备战力 以便能够针对改善台湾自我防卫效率 战备力和复原能力提出建议事项 条文当中特别提到要替台湾后备战力把脉 难道这是因为美方觉得我们现在的后备训练 还不合格吗 其实美方对于国军的整体的作战能力 它是有完整的评估 而且像每年的汉光演习 我们都知道美方会派出一些顾问团考察团 进行观摩 然后观摩以后它会针对我们演训 或方方面面所曝露出来的一个问题或改善 提供一些专业的意见 那我认为美方对于国军 包括第一线部队或者后备战力 提出一些看法 我认为这是长期来一直在做的 那至于说我们的后备战力是否靠谱 其实有参加过后备这个部队应召的人 其实应该都有一些印象 就是长期来我们这个部分好像有这个制度 但是没有落实它的内容 那点招回去的人员 你真的从事于一些比较专业 或者一些类似 那部队的一些相关的训练吗 其实颇有问题的 因此未来如何让我们的后备战力 能够在我们的国防现况下 能做更好的契合 尤其是我们非常清楚 目前我们这个部队 那缺人的情形非常的严重 也因此如何调整我们这个后备体系或能量 与现有第一线部队进行更好的衔接 让战力的缝隙更少 那可能是国军未来只是要积极面对和努力的部分 好 关心完跟国内有关的新闻之后 我们来看看国际的军事要闻 军事新闻网站叫做Breaking Defense 10号报道说 美国两大军火集团 包括洛克希的马丁和雷神 正寻着不同途径 要打造新型的100千瓦雷射武器系统 要争取美国陆军 所谓高能雷射战术载具展示计划标案 据说经验丰富的落马 致力于提升效率 缩小体积 另外后起之秀 雷神则是拥有非常强大 雷射和光学感测研发的根基 当它的背景 相较于中国大陆 我们知道他们也声称 他们在雷射武器方面很有进展 不过事实上到今天为止 只尝试一些像是单兵西行 甚至杀伤力 是非常有限的雷射武器 您觉得美国军方这一步 是不是有可能改变 未来整个陆战的形态 我认为讲到这个雷射武器 大家都充满着想象 其实更多的听众想象 好像是类似这种 像好莱坞电影 我们看一些卡通里面 雷射武器 好像打遍天下无敌手 是一个星际大战的一个 非常关键的一个高能量的武器 没有错 这是给予大家很多想象空间 但是实际在军事运作来说 我认为雷射武器 还是存在很多技术的一些瓶颈 特别它的高耗能 还有如何进行快速充电 那一直是它的问题 就以美国之前反导系统 反飞弹系统所强调的其中一个环节 就是空载雷射 大家依稀还记得 当时美国空军利用一架波音747 大型客机修改成为空中的雷射 发射载台 那这个载台上面有一些标定器 还有一个雷射炮 那是它是在对手 那弹道飞弹发射 在深空阶段利用这个空载雷射 把它击落 但是美国花了一大堆钱 后来就说也没有下午的 无疾而终 为什么 因为花的钱太多 而技术风险又高 因此我认为 就目前雷射来讲 主要还是着重在 像这个探测或者测距 包括战车里 雷射测距仪 还有一些这个 这个飞机上面一些导航 或者导引 这个部分用一些雷射的一些系统 但雷射用于说 用直瞄的这个高能量破坏 那在这个部分还没有成熟 那最多仅止于像之前 有一些这个以色列 或美国海军 或者德国莱茵金属 测试一些用于攻击 可能像无人机 那种破炮火箭的这种 战术用的雷射 那这个部分倒是有一些发展成果 但是要全面普及 目前还面临不少困难 因此雷射武器能否改变 那陆战的一个样态 成为一个明日之星 我认为就目前来讲 那还不太切实际 是 好 我们最后呢 还是要替我们的空战武器 你准备像这样一个主题 根据合众国际社报导说 知名的美国海军蓝天使特技表演队 日前已经获得海军大约 增合台币大概5.24亿经费资助 那么已经向波音要求说 要把11架旧型的大黄蜂战机 这是FA-18CD型战机 换装成9架FA-18E型 和两架双座版的F型 这是超级大黄蜂战机 那么这次换装工程呢 预计会在2021年完成 蓝天使更换机型 这绝对是航空名的大事 不过从FA-18CD换成FA-18EF 请问您觉得有多少差别呢 其实它都属于大黄蜂系列 家族的一个飞机 当然从最早的时候 其实蓝天使它是从AB换到CD 然后现在又从CD换到EF 其实就这个表演对性质这个单位来说 你换装这么先进的飞机 感觉好像大材小用 没有错 其实只是做特技飞行嘛 你有在先进的雷达航电系统 或者你的这个发动机 这个推力又增加一些 感觉好像和你的这个本质 这个表演没有太大的关系 但是其实它这样的换装 除了让自己的机队 能保持比较心理的状态之外 更重要就是让整个维持的费用 可以降低 那毕竟CD已经用了那几十年 那由于机灵越来越老 它整个维护费用 那运作的成本会节节高升 而且最重要就是它有一些零附件 会面临一些消失性伤员的问题 也因此对后勤的保修维护来讲 它的成本 它的综合困难度会越来越高 也因此就这个部分 把它换新成最新的EF型 那这整个后勤作业来讲 那可以说一个大力多 那毕竟这种表演队 其实日常的这个成本 综合成本降低 也是它重要的考虑 没有错 那另外像这个EF型式现役的飞机 它和现役单位在机型 相关的训练等等的一个衔接 那也有比较好的一个这个互补的性质 OK 也因此虽然与作战无关 但这样的换装对于蓝天使来讲 还是有积极的意义的 是 好 我们看完新战机来看 看看一些老古董 这是823炮战60周年前戏 北市府特别向空军申请 要搏交一架F-86军刀战机 要陈列在台北大直的 823炮战境内公园 最近已经运到了现场的展开安置工作 要完成炮战老兵的心愿 提到F-86 不管对台湾空军 或者是在全球空战武器上 其实有都具有许多独一无二历史地位 所以继闻接下来大概两分钟 是不是也趁机为我们介绍一下 这款造型非常独特的喷射战机 F-86是当时1950年 一个非常经典的战机 这个军刀机 最重要的两个战场 一个就是朝鲜战争 我们知道军刀机当时与米格15 在朝鲜战争就是寒战期间大战 有过实战经验 对 是缔造了许多重要的实战经验 当时与米格15的对决 可以说是人类 在进入喷射机时代以后 大规模的一个空战的重要的场景 当然那过了几年以后 这个空战的场景又复制在台海 当时国军以F-86 与解放军空军的像米格15 甚至后来的米格17 那进行不了超惨烈的一个空战 而且对国军来讲 还利用F-86 缔造了这个空战史上的第一次 那是什么第一次呢 就是利用F-86与响尾蛇飞弹 实际在空战里面 击落了多架解放军的米格机 等于说开创了空战进入空对空时代 那总体来讲我必须说 F-86与米格15或17相比 在一些灵活度来讲 那这个其实是稍差 但它的武器系统还有综合可靠度 那其实强于米格机 双方可以说在性能上 其实互有所长互有弱点 但总体来讲 当时的空战记录 军刀机无疑大大占有优势 在空战记录里面 那与米格机相比 那占极大的比例胜出 是 好 以上就是今天为您播出的 一起看新闻五点不一样 每个星期四为军舞迷准备的 一起聊军舞 希望今天讨论主题您都会喜欢 同时也感谢纪文兄 今天带给我们非常精辟的分析 谢谢纪文 谢谢您 好 伯众再见 各位听众再见